五架阿帕契攻擊組正準備從月明台上空通過 排成菱形隊形伴隨轟隆隆隆引擎聲 五架阿帕契攻擊直升機朝向天空直衝 展現炸彈開花特技 具有穿甲功能最主要的目標為 輕裝裝甲戰車及遞免人員 陸軍航空特戰司令部第六棟腰旅 舉行阿帕契直升機成軍典禮 秀出戰鬥實力 運用靈活的迴旋性能向有急轉 包含超級眼鏡蛇和黑鷹直升機在內 以空中分裂式陸續通過管理台 展現飛行員精湛的技術 具備深搜 指揮 攻擊等能力 耗資近600億元從建案到全面成軍 歷時近11年 有地表最強直升機稱號的 阿帕契機隊成軍後 兩個攻擊中隊全部部署在桃園龍潭 成為捍衛首都的先發部隊 總統蔡英文也到場宣布成軍命令 AEH-64E直升機 全作戰能力成軍 共同管理的除了有AIT人員 還有地結姊妹旅的美軍第25師代表 成為各國情報單位 觀察台美軍事合作的重要窗口 就美軍的作戰方式他們是以公式作戰為主 以及他是大陸區地區的地形 跟我們國家的部分防衛作戰的一個態勢 有些許的不同 那所以我們在回國之後 就依據在美軍所學 以及回到台灣之後 針對北軍防衛作戰一個需求的部分 有做些微調部分 這次成軍的另一個亮點 就是全亞洲第一位阿帕契女飛官 首度公開亮相 其實我從小就耳濡目染 因為我父親本身也是一個飛行員 那在從小就看著他在天空上翱翔 所以又發了我一直想要成為軍人 更剩餘想要成為一個飛行官的一個想法 外型亮眼的楊韻璇 大學時就是風雲人物 還曾參加選美比賽 投入國軍後優異表現 可說是經國不讓虛眉 阿帕契攻擊直升機 在歷次的大型操演中 都展現了絕佳的性能和防禦作戰效果 這次成軍也象徵達成了全作戰能力 加強國家防衛 以上是環宇新聞記者林季祥 張正豪 在桃園龍潭的採訪報導